馮允謙最近開始閉關 為十月歌唱做準備 在閉關前 他就特地為新歌出埠拍攝MV 還找到當地導演團隊 和舞蹈員合作 究竟是甚麼地方 不如讓他親自揭曉吧 今天我們來了泰國 去拍我這首新歌的MV 這次其實我們找了一個泰國導演 因為我們這次說 很想在泰國拍MV 而我們之前過往 我知Sammy也找過泰國的導演 而我見到他的拍MV出來 真的很出色、很漂亮 我今天演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所以我穿過的衣服 可能是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 第一個地點就去了圖書館拍攝 現在第二個地點就去了 其中在泰國的一個大學 拍了另外一些鏡子 待會你會見到 我在一個Hallway走的時候 有些紫水噴出來 J-Fone這次推出快歌 拍攝MV的時候 導演要求他配合舞蹈員跳舞 但是一向對跳舞沒甚麼信心的J-Fone 就在拍攝團隊鼓勵下完成音舞了 導演剛才有要求我跳舞 又不是要求的 因為我使用這首快歌 其實就是需要有一點動力 需要有一點點跳舞 但是我們有一群舞蹈員跳得很好 但是我就動一下 但是最初有點尷尬 但是導演就很好 他們看到我跳舞沒甚麼信心 於是我一跳舞的時候 他們就給了很多歡呼聲 令我沒有那麼害怕 過往其實我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曲風 但是這次我想做一些懷舊的東西 我也想給大家一個新的不同的感覺 而我覺得Disco一樣 我都很少放這個元素在我自己的音樂 所以這次我覺得是一個突破 出頭拍攝MV當然要分秒必爭 J-Fone說 早上五點多起床化妝整頭 拍足全天都未完成 為求拍出完美的MV 我們現在拍了十多小時 但現在已經超過了 四小時剛才我們也有跟導演溝通一下 是否可以轉到另一個場地 但真的我們發覺 有一幕可能跳舞 一個跳舞線在外面的街上 其實需要地面是要濕的 要濕的地面 因為我們會拍一些Neyon Lights 那些Neyon Lights 可能在地面有一個reflection 就會比較漂亮 所以其實我們就爭取 雖然要去另一個地方 前十分鐘travel time 但不要緊 因為我們在泰國就是一次 所以要盡量有什麼拍就拍好它